好 一连三天我们带您独家直集日本东京电玩展 我们记者也发现了展场的showgirl非常吸睛 日本的展场女郎走的是亲切风格 跟台湾火辣路线不一样 还会亲自陪玩电玩游戏15分钟 来看黄心画以及张昭鹏来自东京的第一首报道 比赛服勾住小蛮腰走辛辣的军装风 另一头头戴动物耳朵披着皮毛的动物系美眉 卡哇伊的模样不少人拿起相机猛拍 不过全场最轻松的就是酒店系的歌舞鸡丁小姐 十足的日本都尉风 但是展场的日本味可不止这种 在日本电玩展呢玩电玩也可以这么认识 温柔亲切的笑容还有一声兵分和服 位坐在一旁 黑湾还能专业解说 捍卫永远是大排长龙 要配合游戏的属性不同 由厂商把青森睡魔剂搬完搬到现场 大大灯笼高高挂 连神教都出炉了 showgirl更是穿上红色的祭典服饰 衬托日本年度电玩盛世的气氛 连台湾艺人的踪影也见得到 在日本的showgirl他们其实也有分负责展示或是发宣传单的 台湾的部分的话可能有只是人海战术很多 然后穿得很辣 一身猫妆和英华妹相比毫不逊色 台日两边PK台湾身材好 会跳会主持 日本亲切专业分工系 国情不同风情也不同 但是少了这群女孩撑场 展场可能就像一杯走位的咖啡 中式特派记者黄新化 张昭鹏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